中央夜政机会中心宣布 今天本土革新人数有297例 照正回归的部分是258例 今天中央官新增加9位革新人数 我们现在就来听中央官夜政在 和应勉中心记者会的重点内容 我们今天本县总共增加了9例 那累计的确诊人数是133人 我们目前在居家隔离的人数到达1403人 我们所做过的一个筛检数是9339人 那我们的阳性确诊率是1.42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 跟大家简单的来分析 我们这一次最主要水果贩卖商的一个传染链 今天增加了4人 那还好他们都是属于过去 我们在属于我们的居家隔离的部分来发病的 那现在呢水果商的传染链 总数是到94人 万华家族目前是8人 园林的养生馆7人 那桃园返乡的是7人 台北返乡的是群聚有2人 那这一次又增加了一个台北返乡家族群聚 那也还好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居家隔离来发病的 也有3人 另外有一个单一感染有两个 一个是由台东来通知我们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乡亲跟台北的朋友到台中 然后才有透过这样的一个来通知我们的 所以目前的状况还好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并没有这个足迹石 因为呢 第一个都是在我们居家隔离的范围 另外刚刚讲的两个案例呢 一个在台东 一个在台中 那都有台东县政府跟台中市政府 在做足迹的一个这个公布 那我们在5月19号 曾经在龙水宫来做筛检 那最主要是因为当时水果这个事件 我们歌唱班的一个确诊人数 那担心他已经 呃 濒临沉下到社区去了 那所以说我们当时紧急开着我们的筛检车 到西湖的南底社区 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筛检 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有三个乡亲 那又确诊 那我们为了更慎重起见 预计在明天我们会再到龙水宫同样的地方 再做一次筛检 所以呢我们这296位乡亲 可以带着你的身份证级健保卡 来到我们的龙水宫 我们希望能够阻绝掉社区的一个感染的一个部分 所以拜托我们的乡亲 我们再配合一下 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中 在妈厕里 在南底里 以及大庭里的这个果园工作者 如果你曾经有发烧 上呼吸道腹泻 或者你的嗅觉异常等其他不适的症状 你也可以利用明天的时间来到我们的龙水宫 再来做一次筛检 确保我们希望把病毒给阻绝掉 不希望它进到我们的社区 一有个状况我们就 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你又麻烦一遍 我们又更安全的这个措施 那确认了之后 我们呢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的家人 我们在这个水果贩卖商的这个传染链里面 其实很多的这种生活工作的这种足迹都是重叠 像之前跟各位报告 我们知道西湖这边是果园非常多 然后之前包括歌唱班 还有公餐 那边还有公庙 然后还有一些果园工作者的工作车 实际上都集中在这个社区附近 那因为我们在10天之前曾经做一次快筛 那快筛一个阳性 然后其他的里面的个案呢 经过这10天之后有两个发病 所以我们必须再针对这个社区热点 再做一次的社区的行动快筛站 那哪些对象要来呢 一个是19号你来筛检过阴性的要再来筛一次 我们希望如果有人已经发病能够早一点把它捞出来 不用等到它发生症状 另外就是我们决定 你只要涉及在妈厕里 或是你住在妈厕里 那你已经出现一些呼吸道或不舒服的症状了 请你在明天记得来做这个快速筛检的一个检测 那另外呢 我们也针对果园的工作者 这个范围比较大 妈厕里周边的这两个里 只要你是在果园工作者 那你也出现症状的话 请记得明天来参加我们的快速筛检